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只说提出疑问 质疑为何在现实中 善良的人未必得到好报 而恶人却似乎活得逍遥自在吗 包括多年前 一位老奶奶也曾含泪问我 这些人如此作恶 为何老天不给他们应有的惩罚 当时我宽慰他说 是时间还未到 等时间一到 他们肯定会得到应有的报应的 可是 彼时的我并不确定 这个时间会是多久 但现在 我想 也许被我发现了 大家一起来看我说的对吗 为什么我会那么确切呢 因为 这是我亲眼所见的 而且 是差不多的时间发生在两家人的事情 如今 报应都猝不及防地来了 令人惊讶的是 两家人的结果竟然是一模一样 那究竟他们做了什么事情 能够让不同的两家人几乎得一模一样的果报呢 而且 我为何会知道得那么清楚呢 事情得从四十多年前说起 一位姑娘从重庆远嫁而来 婚后 他坚持每年给远在重庆的父母寄钱 由于他的父母住在乡下 邮寄不便 所以每次寄钱 都是通过住在市区的姐姐单位转交 即使在十几年后因车祸离世后 他的丈夫也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 然而 当他女儿在他去世十一年后 回到重庆看望外婆时 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 他的大姨妈始终紧跟在外婆身边 而且似乎经常转移话题 当他终于找到机会单独询问外婆 关于妈妈去世后 爸爸寄来那些钱款时 外婆却告诉他一个惊人的事实 就是 他再没收到过 当他回来将这个真相告诉父亲时 他父亲愤怒至极 决定立即停止再往重庆寄钱 然而 可笑又遗憾的是 这位父亲在愤怒之余 却忘了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的道理 丝毫无意识到 自己也在做着同样的事 甚至于还觉得自己是大孝子 很荒谬是不是 然而 假如不知道内幕的人 但从表象上看 他真的挺孝顺的 比如说 每个月都会去送钱送物给老母亲 还经常开车带老母亲出去游玩等的 然而 令人不解的却是 他的老母亲却经常找人诉苦 说自己被儿子弄得没钱花 快没地方住 这是怎么回事啊 原来 自他们30年前农田被征用之后 生产队因为有自己的产业 不时就会给村民发放红利 然而 在这个家中 这些红利向来都是由女儿的继母代为领取 而且从未主动转交过给女儿和婆婆 在女儿大学毕业离家之后 村里又有很多次的大俄分红 但这些消息 他都是后来从村里人那里得知的 至于老母亲 他若想拿到自己的那一份 往往需要多次电话催促 有时甚至还会弄得生泪俱下 才能讨到 奶奶曾向孙女透露 父亲和继母将她的钱存入银行 虽给了存折 但卡和密码却掌握在他们手中 每月想要用自己钱 都需要多次讨要 他们拖延在三后 会取出一点给他 每次外出游玩后 都会与奶奶细细算账 然后从她的存款中扣除 据村里人说 哪怕是一块钱的水 都会被寄入其中 那奶奶又怎么会觉得没地方住了呢 原来这位奶奶 曾长时间地帮助二儿子照看孩子 直到他长大成人 在那段时间里 奶奶不仅无需依赖他人 还能自由地为家里补贴些许 然而 自从经济被大儿子和儿媳掌控后 奶奶的生活便不再如以前那般自在 二儿子因此提出 让奶奶轮流到两家居住 但奶奶在大儿子家 仅居住了一周 便无法忍受 选择回到了二儿子家 之后 二儿子很快再次提出 让大儿子每月额外给奶奶一定的生活费 但大儿子拒绝了 夹在中间的奶奶 日子过得是异常的艰难 有一天 她打电话给孙女 声音中充满了委屈和无助 孙女当即表示 愿意负责她每月的开销 但奶奶却拒绝了 认为这应该由她父亲来承担 她痛苦地问孙女 为何他们那么坏 怎么也没有报应 孙女安慰她说 时间会证明一切 善恶终将有报 时间一到 他们肯定会得到报应的 说到这里 想必一定会有人问 为何我会知道的那么详细呢 因为我就是那位孙女 老奶奶就是我奶奶 大儿子和儿媳 就是我父亲和继母 二儿子就是我叔叔 那位重庆嫁过来的姑娘 就是我妈妈 大姨妈就是她姐姐 这就是发生在我家里的事情 如果不是前几天 父亲在得知大姨妈家 现在令人唏嘘的遭遇后 困惑地问我 为何好好的家庭会落到这一步 我可能还沉浸在生活的琐碎中 未曾深思 但当我猛然意识到 这就是因果报应时 不禁惊呆了 多年来 两家人做着一模一样的事 历史差不多一模一样的时间后 得到几乎一模一样的报应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大家看啊 大姨妈 自从她开始私吞外公外婆的钱开始 十几年后 她的儿子 因为沉迷于赌博 不仅将家中的工厂抵押 并输得一干二净 还欠下了巨额债务后 逃债在外 这使得大姨妈一家 不仅失去了他们多年 辛勤经营的产业 还不得不卖掉 唯一的居民楼来偿还债务 一生的努力化为乌有 再看我父亲 一辈子辛勤劳作 晚年更是拿到了冻签款 本可以安详晚年 但从她和继母开始私吞 和管制奶奶的钱算起 十几年后 却莫名其妙地 去租了一个鱼塘 历史六年 不仅投入了自己 全部的时间和积蓄 甚至还卖了一套房 和十几个车位 一起陪进去 然而 现在已经无法支撑下去 而交还了 可以说是满载而去 空手而归 大量的人力 物力和财力 复之东流 不知道看到这里 您觉得我说得对吗 欢迎评论区交流 所幸的是 当我告诉父亲和继母 大姨妈家是遭了 当初私吞外公外婆 汇款后的报应后 他们似乎若有所误 虽然说家属不可外扬 然而 佛门里也有发露忏悔 可以消业障的说法 我希望带我的父母和亲戚 通过将这件事情 公诸于众 让大家认识到 因果报应确实存在 假如能够有些许功德 希望能够回向我的父母和姨妈一家 愿他们能够早日 幡然醒悟 诚心忏悔 欺恶从善 归以我佛 离苦得乐 阿弥陀佛